那你們有想要在木柵有一些練習場地嗎 我想應該是沒問題 木柵在哪裡 你家在哪裡 土真 土真 我想應該是沒問題 有些練習場地就是我們都可以提供 而且我每天都可以提供 可以 他是每個禮拜都會 每天都會來幫我們打掃 可以嗎 變喔 攝影師你是不是想要提供練習場地 應該是同點同 欸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你排在第三喔 你知道 沒有用 沒有用 好 現在是實習時間 我們老師換成了MAX 我們三次闖越其他人家裡 硬要幫他家打掃 對 我們的練習場地是不是 這是你家嗎 不是 不是 這不是我家 這是念念清潔專屬的練習場地 可是有人住 練習場地 對 是有人在住 等到家這樣 對 是有生活的痕跡的 喔 是有人住 然後你們又借他家 然後當作練習場地 沒錯沒錯 那他就等於每次都免費清潔啊 蠻好的耶 當然他也會犧牲一些就是 自由的 對 那你們有想要在 沐沙有一些練習場地嗎 我想應該是沒問題 或是在哪裡 你家在哪裡 圖身 圖身 我想應該是沒問題 有些練習場地就是我們都可以提供 而且我每天都可以提供 對啊 可以 他只是每個禮拜都會 每天都會來幫我們打掃 可以嗎 變喔 攝影師你是不是想要提供練習場地 想啦 你應該是狂點頭 欸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你排在第三喔 沒有用沒有用 那既然這樣的話 我們今天要從 我們今天要選 要從哪裡開始啊 我們今天會主要練習幾個場地 就是第一個是 因為廚房是 呃 所有人家裡面 最有需求 但是也是最困擾的 最髒亂的 對 大家想到廚房 呃 為什麼要清潔 可能會想到就是 油污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廚房 會針對油垢最油污的地方 可是這個 練習這麼多次了 應該沒什麼油垢了吧 還是油 你看這裡 欸 為什麼上面會有花啊 我現在幫你用一些油垢在上面 那花花長那是指紋 那你用一些油垢 在那邊搓 搓 那是 提供 喔 天啊 我技工 我技工耶 拜託 四百病喔 不行啊 不行 好 除了廚房之外 第二個會做到就是我們的 浴室 預測 哦 廁所也是好麻煩 廁所一定都會 沒錯 而且就是像 早上有提到的就是 馬桶啊 乾絲玻璃等等 這是最麻煩的部分 對 當然在途中 我們會穿載一些小技巧 就譬如說玻璃刮刀的使用啊 以及平板頭髮的使用 這是最主要 我們今天會上課的內容之一 我們就這邊來做區分的話 我們第一個會 一樣都是平面的上面的話 我們會先做櫃子區 還是先做抽油煙機區域 抽油煙機 沒錯 因為它油垢比較多 對 就是油垢 我們早上有得到一個觀念嘛 因為我們在做區域在心潔 最大的兩個敵人 有分兩類 一種是 那一種是 那灰塵類呢 就是我們把它定一層 我們一插就可以掉的 所以它並不用時間的等待 但污垢類不一樣 比如說尿垢 對 水垢啊 然後或者是油汙等等的 這些都是需要先 有浸泡的動作 所以我們就是要先處理它 好